台长每天二十六都在广播里回答大家的问题 台长看到一个亡人已经在阿修罗道 听众说这个亡人临终的时候想有话说 但没能如愿 他想知道亡人说什么 他们经常问台长这些问题 台长就看到了这个亡人死的时候 有一个孩子不在他的身边 他心里放不下这个孩子 想多留一些遗产给这个孩子 但是他的存款不多 心里过移不去 听众连呼太对了 因为赶到医院的时候 亡人已经去世 亡人正是放不下这个孩子 而且亡人的经济条件是不好 下面请大家听一听这段录音 谢谢大家 感恩观世音师 我想要问个王人啊 叫宋小庸 男人2015年过世的 现在哪里 阿修罗 阿修罗是吧 他临走的时候 他有话想说 结果没能如愿 我不知道他想是什么 他走的时候 是不是你们有一个孩子没在身边呢 对对对 他已经已经心肝停止跳动了 对了 他就是放不下这个孩子 现在他告诉我的 好好好 对对对对 他自己存款不多 就是那种遗产不多 所以他自己也觉得 好像很过意不去一样的 然后呢 他放不下那个孩子 想多给那个孩子一点 当时 哎呦 你讲得很对 真的很对 哎呦 台长讲得很对 真的 我什么都看得到的 现在知道了吧 人死了就是没死啊 他因为 只是你们看不到了 只是你们不知道 他在想什么 哎呦 你讲的 你讲的真的一点不错 他就是放不下这个孩子 然后他呢 经济也很困难 对了 经济也很困难 我知道 对对对 哎呀 讲的讲的太对了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